阿聪你緊要,你說你檢查過你前幾輩子 一些很特別的身份可以跟大家講講 我第一次見Share老師之後 當時我還未學SRT 他就幫我檢查了我的資訊 其實相對而言,我不是在地球很多的時間 你說話,你說話 其實很多人經常都覺得 我們是否入侵地球人 所以應該感覺我是沒有國界的觀念 因為如果你明白,這只不過是一件衣服 我今世穿了這件衣服,下世便會穿這件衣服 所以很愚蠢,我今世為這個球會 我很喜歡,下個頭,球星轉了球會 我就要轉球,你明白嗎?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在地球比較5% 在這麼多世內 即你有95%的生命 在靈魂的生命之中 在外星之中 其他是星球的 你也是嗎? 我還未檢查 我還未檢查 我要檢查 應該這麼說,很多地球人 現在所謂的地球人 其實原生的靈魂都不是在地球 尤其是因為2012年來 所以有很多第二個星球 他們的靈魂都大量由70年代 80年代開始湧入地球 是有目標的 但…這個待會先說 我先說那筆 那筆先說那筆,你之前都多小 是,我有其他星球 地球,我有做… 我跟很多世是做宗教的事 我有做過和尚 所以我去一些廟宇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為何好像… 暈倒你 對,而且好像回家 我有做過其中一世的教宗 你有曾經做甚麼外星人 我比較多原生是七姊妹星 我有天狼星,有些火星 有些甚至乎… 火星? 火星是一個…其實已經是一個 沒有人居住的星體 即他們的人已經移民到地球很久 即很多年 所以才無法拍攝甚麼 那… 又或者再陰謀論地說 可能相片也做過一些 對… 這樣也不明白 但有很多書都記載 其實火星人在他們滅亡的時候 已經來了地球 在亞特蘭提斯那個年代 所以現在甚至乎火星人的特質 都可以在現在一些現代人的… 譬如有些人做生意很厲害 有些人他們… 即不是通常說好或不好 即頭腦很聰明 即那個人… 他頭腦是可以戰勝到他的感性 所以所以他做生意 或者做一些技術的事 比較厲害 某程度上這一群是火星的朋友 他們有… 是DNA 其中一種是火星人的DNA 這樣… 很有趣的 但每一次聯繫 不僅是那個地方 譬如有些人 我知道我跟他前世是經歷過的 你的心裡就會有… 有很直接的感覺 例如呢 譬如我老婆 我家人 其實中國人也有一句話 甚麼… 八世修年 甚麼同情代 對…你才能入讀 對… 即是在街上遇上遇上的人 其實都是你們會相遇過的 何況做妻子一定會經歷更多 是…很多的 我們也檢查過 但我們還要說 譬如我前一世 她是我太太 但有時未必是… 因為我們在其他星球 未必需要有肉體 有時可能她只不過是 那一世遇獻我的守護天使 這樣… 可能有一輩我就是她守護天使 有一輩我們真的做夫妻 這樣… 這個其實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 在SRT裏面 我們可以檢查到 叫做Soul Family 那甚麼叫… Soul Family 中文叫靈魂家族的成員 那是甚麼來的呢 就好像… 譬如這輩子這樣 可能… 我和我家人 雖然這輩子是家人 這樣… 但發覺… 總是好像和我媽媽那些 好像不太合得到 總是好像很抽離 反而我無緣無故在街上 遇上一個人 跟她那天聊天 就聊到很多很多事情出來 對… 那你發覺跟她好像認識了很久 很心交 那這個就是… 在靈魂的層面 其實跟她是有個關係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再深一點去… 即是說… 給她一個定義 就是… 靈魂會分幾個名字 即靈魂家族 一個叫Twin Flame 雙身艷 一個叫Fling May 一個叫Soul May 其實… 這個都是名字 亦是說… 當我們看到對方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個人好像很久之前 認識她 但可能… 很有親切感 很有親切感 當我們大家了解多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 原來我想的想法 跟阿聰有些想法 原來都是一樣的 好,可以切身一點說一下 就是很多人都很擔心 2012是甚麼 我覺得可以說 肯定不會是荷里活的影片 即是有外星人侵略 或是一塊石狀 全部人都死了 肯定是不可能的 先說外星人侵略 其實是不合理的 因為如果外星人的科技 已經去到這麼嚴重 即是一個大學生或大人 要搶一個幼稚園的雪糕 你真的不會去到… 不用打他 真的不用打他 你走過來拿,已經拿走了 對,或是你騙他 那邊有大杯 你放下,我幫他拿著 即是已經成功了 即是沒有這麼必要的 例子說得非常好 沒有這麼必要的 但的確根據很多種學說 可能大家都有興趣想知道 就是的確我們人類 是有機會面對一個新的路向 或是新的時代 而V-chus有很多症狀 現在在我們的社會裡 或是我們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其實都會預計 這兩年我們都會看著身邊的人 譬如老師可以先說馬雅的預言 對,其實為何會有現在這些事發生 都是說回馬雅力法來說 就是二萬六千年是一個黃金年代 而2012年的十二、二十一日 就是現在的二萬六千年的最後一天 剛剛好的 是的,其實你會發覺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以前的時間是很慢的 現在好像越來越快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快要去到尖尖 那會發生甚麼事呢 當然以前的人會說 是否會有地球末日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說現在的意識 就是集體的意識是一個新的演變 其實也是在說 以前的二萬六千年 我們剛剛現在在過這件事 這個黃金年代其實都是由 很多人生活在恐懼裡面 現在在過就是因為很多人在發覺 真的東西是浮上面 虛的東西開始瓦解 這個是整個集體意識在轉化的一些演變 究竟將來會發生甚麼事 其實沒有人知道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知道 就是因為我們集體人 集體意識去創造的將來 所以每一刻的將來都會有可能不停在變 但是在很多年前 就是那些人會感覺到 將來好像會有很多天災等等 就是因為當時 集體意識還是一個很多恐懼的狀態 但是現在這幾年 很多人已經幫自己 譬如做很多治療、清洗 或者人們開始找很多真相 有些人可能不是做治療 有些人可能是找2012的資料 找UFO等等 令到他們的意識開始在變 而變的時候 集體意識開始變 所以結果開始變 Jerry老師你這個 不好意思我要斬斬斷 因為我很認同你說這個說法 是當你對UFO外星人文化 或者古代文明等等 是有一個少許的追尋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根據著這個世界上某些定理 你自自然而是會越穩越多 越看越多的時候 就會更加多一些真相 你是很想要知道 為什麼這麼多政府 要遮蓋這些東西呢 原來政府不單止遮蓋這些東西 幕後還有一群人 操控著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你會在網上 網上網上很容易得到 書籍你會突然會認識到朋友 認識到張繼聰 會弄幾本書給你看看 然後很自然地 你會了解更多 我想問一下這個真相 越來越接近12月21日 這個所謂新的時代的來臨 或者這個時代的完結 很多UFO、外星人的出現 有沒有一些關係 絕對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其實剛才老師說的時間越來越快 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是科學證明的 因為由1991年或1993年 我不確定記得 那個磁場已經開始 因為太陽是地球的光子大 磁場開始調轉 調轉的時候 其實時間是一個極限 就是不要撇開那些量子的太陽性 它是一樣可以流動,會變的 其實時間的確是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小時候覺得 睡醒時,玩來玩去都還沒吃飯 現在你覺得起床多一會 對… 再吃完,再不做事,先吃早餐 不,是晚上了,一個星期 如果你留意一下 現在根本沒有季節 很快…現在已經10月了 一年這麼快 不是…很多人都會說 小時候開心,無一無慮 其實不是,是那個時間真的壓縮 因為當去到五圍道之後 其實整個宇宙真正的時間概念 應該這麼說 時間,我們現在時間是向前走的 過了就過了,將來又不知道 好像在河子的一個方向 其實這種遊戲規則 只是在地球才這樣走 在其他星球或其他… 別人不是這樣玩的 例如我們走… 磅重是用磅的 別人是用筋的 你不能還錯,但我們只是這樣走 所以我們將要去到揚星 或者聯合到宇宙之後 新的時間概念就是 不會有過去,不會有未來 只有無次經的現在 所以為甚麼也都說 近這十幾十年 很多人都提倡要… 要活在當下 其實就是因為過去和未來 根本上都只不過是沒有一個現在 Anyway 老師剛才再說的 瑪雅的10月21日那個 其實是關於外星人的事 因為很多外星的文明 基本上我們會分成兩種 即是如果我們人最容易名 是好或是不好 即是奸的或是忠的 其實奸和忠都是這個後話 其實不是真的奸或忠的 但Anyway 有些他們很久之前在他們的地方 已經經歷過這個距離 所以他們很多人就來幫忙 有些人又來看熱鬧 所以其實現在地球 是全宇宙每個都盯緊的一個地方 真的不行 先說我已經停止了 你已經上身了 停止了 先說這麼多,好嗎 好 你沒事吧 我… 你還可以嗎 我… 中間都嗎 我…我… 我先喝杯吧 好… 先喝杯吧 謝謝…